针对乌合麒麟的那张画 法国人也跳出来了 11月30号 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引用此话发布推文 谴责了澳大利亚士兵对阿富汗平民 解儿童的滥杀暴行 针对这件事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居然说 我们认为这条推特是中国这样的国家 不值得采取的外交手段 并且指责推文呈现的图像 令你十分震惊 且带有偏见 宣称这侮辱了在阿富汗服役了 近20年的所有国家的武装部队 只有一秋之鹤才会狼狈为奸互相帮衬 若欺阿富汗屠杀平民 西方打过人人有份 澳大利亚士兵早就说过 无论我们干了多少坏事 相信我英美干的更多 现在看不止英美 法国也干了吧 不然这么紧张干什么 澳大利亚军队在阿富汗屠杀平民的丑闻 爆出来很久了 西方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谴责追究 没有人关心阿富汗人的生命 没有人关心人权和人道主义 却忙着沆信仪器狼狈为奸 指责说了几句实话的中国 这是什么精神 这是臭不要脸的帝国主义匪谤精神 西方政坛和媒体 已经完全撕下了伪善的面皮 他们不再讲人权 不再讲人道主义 不再讲公理和正义 但凡一个有着人类正常感情的人 看到澳军割吼阿拉伯少年 随意枪杀平民 拿死者假值饮酒的视频 都会极度不适 但是整个西方似乎眼睛都瞎了 看不见雪莲莲的真相一样 包括那些所谓进步派的媒体和记者 全部一声不吭 中国本质人道主义精神 说了几句公道话 把澳大利亚军队做的事情 说了一遍 忽然就成了众矢之地 遭到了澳大利亚人 英国人 新西兰人 法国人的围攻 这只能说明这幅话 真的说到他们的废管子了 因为他们在全世界 真的干了许多 伤天海里反人烈的事情 2010年1月 驻安美军卡尔文吉布斯 组建杀戮小队 在执行任务时 出于娱乐目的 蓄意受杀平民 事后制造他们被塔利班 武装杀害的假象 还割下遇害者的手指 作为战利品 2011年 美军杀戮小队 又一次击杀三名阿富汗平民 最后共有五名士兵被控 蓄意射杀平民 这12名射案士兵中 有10人获罪 2012年 驻安美军士兵 罗伯特·贝尔斯 走出坎达哈哨所 流入附近村庄 强杀了16名阿富汗平民 2003年 英国散兵部队 对一座伊拉克小村 发动进攻 一名八岁小孩 阿卜杜拉 在遭受到英国士兵的 无情殴打 直至降命 参与了此次事件的 17名英国士兵 在伦敦接受调查和庭审后 纷纷被无罪释放 2011年的前三个月内 英国特种部队 实施11次夜袭 涉嫌杀害33名平民 2011年2月 塞弗拉加里布雅尔一家四口 包括的父亲和兄弟 被英军杀害 至今为起诉 2011年 一名陆战队员 在枪杀手无寸铁的神学士 仅三年就出狱了 2012年 一名英国士兵下令属下 对骑机车的 三名手无寸铁的 阿富汗民众开枪 另一人遭控谋杀被俯的阿富汗人 结果在审判前救货特赦 2012年的一起行动中 四名年龄在12 14 17 和20岁不等的阿富汗 围在一起喝茶青少年 分别被当作塔利班的 高级指挥官被射杀 他们的亲人赶回家时 房间里骨肉遍地 乳遭血洗 除了英美 法国人就干净吗 我们来看看 法国人都干过些什么 上世纪50年代 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 可以说无恶不作 1954年 法国军队对北非的阿尔及利亚 独立运动进行残酷镇压 法军对阿尔及利亚人 动用了大量的酷刑 造成了成千上万 阿尔及利亚人的死亡 法军的暴行变得制度化 殴打 电击 水刑 性侵犯和强奸很普遍 士兵公然在大街上挑戏妇女 有时还强迫遭到侮辱的妇女拍照取乐 法军将数以百计的嫌疑人 从直升机扔下投入大海 有时尸体会浮上海面 由于担心屠杀暴行为外界所知 法军将反抗者双脚踩进水泥里 当水泥凝固之后 连人带水泥送上直升机 飞到大海上方 将人活活扔下去 他们会强迫被关押的囚犯 或者父子之间进行销活殴打 甚至还强迫他们观看亲人兽刑 或者遭法军强暴 对于妇女 法军还专门为他们 安排了针对性的侮辱手段 强迫他们吞食自己的排泄物 垫进妇女的乳房和私处 所有反人类的兽刑他们都干过 你以为到了新世纪 法军就变文明了吗 据联合国新闻中心曾报道 2014年 来自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士兵 以及来自欧洲国家部队的士兵 涉嫌对12名中非共和国的未成年人 进行性侵 这些女孩当时的年龄 都在14岁和16岁之间 另外两名儿童 7岁女孩和9岁男孩 称遭到了法国士兵的性侵 女孩说 她当时为法国士兵提供性服务 是为了换得水和饼干 她称还有其他儿童 曾经因为相似的理由 遭到法国士兵性侵 根据三名女孩的指控 法国部队一名军官 于2014年 把他们八光衣服 绑在帐篷里 强迫他们与一只狗性交 所以八国联军 有一个好东西吗 自古以来真话最伤人 最了不起的舆论战 就是说真话 指着光头骂贼秃 指着法西斯骂法人类 证据确凿毫无偏差 所以对方就暴跳如雷 无能狂怒了 乌合麒麟同志是个人才 立场正思路广 水平高 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 从卫神炮灰开始 到未弄成加冕一战成名 再到净呼吸 白宫粉刷匠 群体免疫 建来 和平之师 至莫里森 所有的画作 无不给予事实 却充满了视觉冲击力 因为事实比文艺创作令人震撼 就好比毕加索的 格尔尼卡和朝鲜的屠杀 虽是艺术创作 却表达的是 法西斯主义者 残害人类的事实 乌合麒麟做的事 就是用画笔 把西方帝国主义乱港分子 媚外文人 澳大利亚法西斯匪帮 所做的事情 说了一遍 就让某些人 不然大怒了 这是乌合麒麟的写作吗 不 这是你们的写作 因为我们正义 我们有良知 我们有道德 我们说真话 我们反而成了众矢之地 一个幽灵 天下大同 人人平等 追求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幽灵 在东方崛起 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围剿 就西方的一切势力 北美奴隶主匪帮 和澳洲的罪犯头子们 不列颠的老外贵族 和法国虚伪的进步派们 都联合起来了 没有关系 有哪一个反对党 不被他的当政敌人 骂为共产党呢 又有哪一个反对党 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 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 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共产党说真话 不屑隐瞒自己真实的想法 你们侵略 你们杀戮 你们掠夺 你们犯下了反人类罪行 你们应当受到历史的惩罚 这个野蛮 落后霸凌弱者 丛林法则 不平等不正义的 西方主导下的旧世界架构 必将得到改变